大家好,欢迎来到保值9的频道 在过去的影片中,我们介绍过保值9的各种焊基与其相关的一些原理介绍 不管是TIG还是MIG,焊铁、焊不锈钢、铝合金甚至焊坦金属 有句话说,焊基工艺百百种,更好更加永远有 只要你有一颗追求卓越的心,世间万物都有改善的可能 最近,我就跟公司的同事一起拜访了位于台南的信昌铁工 这位信昌铁工的苏先生,是我很欣赏的一位工业人 苏先生本身是空军一等士官长退伍 但是军旅生涯也免不了要各种调单位 为了能就近陪伴家人 他在2020年9月3号军人节那天回到了台南的老家 接手夫妻的铁工厂 从一开始,完全的焊接门外焊,都能熟练掌握各种焊接技艺 承接来自各种大厂的设备定制 真的是验证了天下无难是只怕有心人这句话呀 跟他闲聊的过程中,我还了解到 他本身就是一个很喜欢钻研东西,学习新技能,自己动手DIY的人 过去在空军服役时,他还自己上网自学各种军工知识 做出来的军事伪装不仅外观像真的 还诉求又在军用雷达等侦测设备的探查下也要像真的 连美军顾问团的专家都对他的成果哲哲称奇 苏先生还有一项我特别欣赏的技能 身为铁杆裹粉的他,能熟练运用iPad进行弓箭绘制 并且还会利用AR功能来检查一些机构设计是否合理无干涉 甚至还会利用AR来模拟弓箭实际被放置架设起来的样子 真的是可以说将现代科技的力量发挥得淋漓尽致 并且他还非常大方的表示 自从他在网络上分享他的实战成果 有许多工业人也来向他请教,希望他开班授课 而他也都非常大方的倾囊相授,一点也不偿私 真的是与人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啊 苏先生过去是我们保之久TIG300D和MIG2732的用家 这两款机器在他的熟练操作下可以说发挥得淋漓尽致 并且他不仅是自己会用,也很善于培训自家同事 他也说给人焊接参数,不如教会别人参数背后代表的意义带来的影响 这也是他们公司同事来没多久就能快速上手高效焊接的秘密 所以我们这次还带来了TIG300C AC-DC给他进行试用 相比于TIG300D,这C系列机型多了全参数数位预条与参数剂保存功能 当然多了AC交流,并能让信仓铁工未来在材料选择方面 又多了铝合金的选项 虽然苏先生嘴巴上说他没有多少铝合金雅汉的经验 但是看看这第一次使用就上手的焊接成果 你这明明是高等玩家来装新手吧 不,估计是他不锈钢填料焊的实战经验多多 所以这运枪与填料的稳定性肌肉记忆带给他扎实的基本功 才有办法迅速上手啊 今年10月我也打算到美国Fabtech焊接展去做点demo 看来我也该找时间赶紧偷练一下 关于苏先生与他的信仓铁工 如果各位想多了解他的绘图与AR应用 也可以到他的YouTube或者Facebook上观看 他真的是一位充满正能量非常nice的焊接人 下一回我们还将拜访极元焊接的丁师兄 这位丁师兄我也是在YouTube上看过不少他的焊接分享影片 是位焊接功力深厚的高人 更有趣的是他们工厂里恰巧还有不少台厂日常机器 而我恰巧也带了点量测仪器 关于各家机器的特性表现 过去很多师傅都只能靠感觉 但是在科学量测面前一切都将无所遁形 犹如魔术师在高速摄影机面前般的一览无遗 想看看更多有趣的内容吗? 关注我们让我们继续折腾下去吧 我们下次见 拜拜